《资质通鉴》 卷第192 唐纪八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尚 之尚 贞观元年春正月已有 改元 丁亥 上宴群臣 奏秦王破阵月 上曰 朕兮兽伟专争 民间遂有此取 虽非文德之雍容 然工业游资而成 不敢妄本 封德一曰 陛下依神武平海内 其文德之足笔 上曰 堪乱以武 守成以文 文武之用各随其时 轻为文不及武 思言过矣 得以顿首谢 己害 智 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一事 皆命见观随之 有失折见 尚命立部尚书长孙无忌等 与学士法官更议定律令 宽脚形五十条 为断右指 赏油贤其惨 曰 肉行废已久 已有以益之 蜀王法曹参军 陪洪县 请改为嘉义流 洗三千里 居坐三年 赵从旨 上宽兵医兵俩 腱并兵党宝时 斩为大李绍姓 上宇选人 躲诈帽滋印 勒令自首 不守者死 未己——有诈帽视觉者 尚欲杀之 咒奏 句法应留 上怒曰 请欲守法 而使朕失信乎 对曰 斥者出于一时之喜怒 法者 国家所以不大信于天下也 陛下奋选人之多诈 故欲杀之 而既知其不可 复断之以法 此乃人小分 而存大信也 上曰 清能执法 朕负何忧 咒前后犯言执法 言如泉涌 上皆从之 天下无冤欲 上令封得以举贤 久无所举 尚劫之 对曰 非不尽心 但于今未有其财而 上曰 君子用人如器 各取所长 古知智智者 其借财于义代乎 正患己不能知 安可无一世之人 得以残而退 御史大夫杜烟奏 诸斯文案 孔有机师 请令御史 旧思简教 尚已问封得已 对曰 社官分职 各有所思 国有千为 御史自应究举 若便利诸丝 搜踢痴类 太为繁岁 焉默然 上问焉 何故不复论执 对曰 天下之物当尽至功 善则从之 得以所言 真得大体 沉诚心服 不敢遂非 上曰曰 功等各能如是 朕负何忧 又萧卫大将军 长孙顺德 受人愧捐 试绝 上曰 顺德果能有一国家 朕与之共有俯库尔 何至贪貌如是乎 有稀奇有功 不知罪 但于殿庭 赐捐数十匹 大理少卿胡衍曰 顺德王法受财 罪不可赦 乃何负赐之捐 上曰 彼有人性 得捐之辱 甚于受刑 如不知愧 以禽兽尔 杀之何意 新仇 天杰将军 燕郡王李毅 举荆州返 亦指出入朝野 事宫焦距 秦王左右置其营 亦无故欧之 上皇怒 收益细域 既而适之 上即位 亦内不自安 曹州妖乌李武界为一曰 王贵色已发 劝之凡 亦乃诈称奉密赤 乐兵入朝 遂引兵至宾州 宾州 宾州至中赵慈号 持出叶之 亦入聚宾州 赵吏部尚书 长孙无忌等 为行军总管 以讨之 赵慈号 闻官军将至 密于统军 阳极图之 事谢 亦求慈号 集在城外绝变 乐兵攻之 亦众愧 弃妻子 将本突厥 至乌之 左右斩之 转守长安 帝寿 为立州都督 亦作诛 出 随莫丧乱 豪杰并起 雍众俱地 自相雄长 唐兴 相帅来归 上皇 为之 搁置周县 以宠禄之 由是周县之术 备于 开皇大业之间 尚以 民少利多 赐格齐毙 二月 命大家并生 引山川行变 分为十道 一约关内 二约河南 三约河东 四约河北 五约山南 六约拢右 七约淮南 八约江南 九约建南 十约岭南 三约鬼寺 皇后帅内外命妇 清残 润月鬼丑朔 日有时之 人参 尚未太子少师 萧宇曰 朕少号宫时 得良功时数 自卫无以加 尽已是公公 乃曰 皆非良才 朕问其故 公曰 木心不值 则卖力皆邪 公虽静 而发始不值 朕事物相者 便知未经也 朕以公时定四方 实之由未能进 旷天下之物 岂能辩知乎 乃令经官 无品以上 耕诉 忠书内省 朔言见 问以民间疾苦 正是得失 梁州都督 常乐王右梁 姓粗暴 左右百余人 结无赖子弟 亲报百姓 又与枪胡互事 获告右梁 有意志 上前中书令 语文是急 迟意待之 并按其事 左右句 谋结右梁入北鲁 又欲杀世级 具有何悉 富有告其谋者 下四月鬼四 此右梁死 五月 渊君章率众来详 初 君章因突厥陷马役 杀高满正 退保恒安 其众皆中国人 躲弃君章来详 君章聚 一详 请汉北边以赎罪 上皇许之 君章请约气 上皇时燕门人远朴 赐之金券 吉利克汗 父遣人招之 君章犹豫未决 恒安人 郭子威 睡君章矣 恒安地险常奸 突厥方强 且当已知已官辩 未可束手于人 君章乃执远朴 宋突厥 父与之和 朔与突厥入寇 致是 简吉利正乱 知其不足事 遂率众来详 尚以君章 为习州都督 瑞国公 有尚书请去宁臣者 尚问 宁臣为谁 对曰 臣居草则 不能敌之其人 愿陛下 愿陛下与群臣言 或扬怒以示之 逼执礼不屈者 执臣也 畏畏顺执者 宁臣也 尚曰 君援也 臣流也 着其援 而求其流之轻 不可得已 君自为诈 何以择臣下之直乎 朕方以至成至天下 见前世帝王 好以全觉小数 接其臣下者 长妾赤之 清策虽善 朕不取也 六月新四 又蒲叶密明公 封得一轰 仁臣 赴以太子少师 萧宇为左仆叶 悟申 尚与世臣 论周勤修短 萧宇对曰 周为不道 勿亡争之 周及六国无罪 始皇灭之 得天下虽同 仁心择矣 尚曰 公之其一 未知其二 周得天下 增修仁义 勤得天下 亦上诈力 此修短之 所以输也 盖取之 或可以逆得 守之 不可以 不顺故也 与谢不及 山东大汉 照所在 正序 无出 今年 租赋 求七月 仁子 以 吏部尚书 长孙吴继 为幼仆叶 吴继与 上 为部一交 加以外妻 由左命公 上 为以 复心 其礼欲 群臣莫及 与用为 宰相者 朔矣 文德皇后 故请曰 且备为交房 家之贵宠 即已 诚不愿 兄弟 父职国政 屡获上官 可为 窃骨之戒 请陛下 金茶 上不听 足用之 初 突厥性 纯厚 正令 制略 吉利克汗 得华人 赵德言 为用之 德言 专其微福 多 变耕 旧俗 正令 凡科 国人 史不悦 吉利 又好 信任 诸胡 而 书 突厥 胡人 贪貌 多 反复 兵 隔 碎 洞 毁大雪 深 树 齿 杂处 多死 连年 激 紧 民皆 洞内 吉利用度不给 重脸 诸布 由是内外离院 诸布多盼 兵 尽若 言 事者 多请 积之 尚 上 以问 萧 羽 长 孙 无济 曰 吉利 君臣 昏虐 威 亡 可 必 谨 激之 则 新语之 蒙 不激 恐是 机会 如何 而可 于 请 激之 无济 对 曰 鲁不犯塞 而气信 劳民 非 王者之 师也 尚 乃 止 尚问 公卿 以 享国 九长之策 消语言 三代 封剑 而久长 秦 孤立 而肃亡 尚 以为然 于是 时有 封剑 之意 皇门 侍郎 王规 有 秘奏 赴 世中 高 世连 寝 而不 言 尚 文 之 八月 戊 虚 出 世连 为 安 周 大 都督 九月 更须朔 日有 十支 新游 中书令 语文 世纪 罢为 殿中 剑 玉使 大夫 杜燕 参与 朝政 他 官参与 政事 自 此时 燕 剑 行不 圆外 郎 抵 怀 道 尚 问 其 性 能 对 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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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姓 江都 照 百官 吻 行 流 之计 怀道 为 力不 主 事 独言 不可 臣 亲 见之 上 曰 轻 轻 轻称 怀道 为 事 何 为 字 不 正 见 对 曰 臣 耳 时 不拘 重任 又知 见 不从 吐死 无意 上曰 轻知 阳帝 不可 见 何 为 立 其朝 既立 其朝 何 得 不 见 请 是随 容可 云 未 悲 后 是 王 士 忠 遵 贤 以 何 得 亦 不 见 对 曰 臣 于 士 忠 非 不 见 但 不 从 而 上 曰 士 忠 若 贤 而 纳 见 不 应 亡 国 若 豹 而 俱 见 清 何 得 免 获 焉 不能 对 上 曰 今日 可谓 尊 任 以 可以 见 位 对 曰 愿 尽 死 上 孝 新 位 幽州 都督 王军阔 谋判 到死 军阔 在州 交纵 多不乏 征入朝 掌使李玄道 房玄陵从生也 凭军阔复书 军阔自发制 不识草书 以起告继罪 行至魏南 杀毅力而逃 将奔突厥 为野人所杀 岭南酋长冯昂 谭殿等 敌相攻击 久未入朝 诸州奏称 岸反 前后已实属 上命将军 令魔等 法将领 数十州兵 讨之 魏征建约 中国出定 岭南 战力 贤远 不可以 肃大兵 且岸反撞 魏城 魏夷动众 上曰 告者道路不绝 何云反撞魏城 对曰 岸若反 必分兵俱衔 攻略周线 仅告者已数年 而兵不出境 此不反明矣 诸州既已其反 陛下又不前使镇府 比未死 故不敢入朝 若浅信臣 事已至成 比喜于免获 可不凡兵而服 尚乃霸兵 东十月已有 遣园外散祭侍郎 李公衍 迟节 未遇之 昂遣其子 智代 随使者入朝 上曰 魏征令我 发一戒之使 而领表遂安 圣十万之师 不可不赏 赐征 捐五百匹 十二月人武 左仆叶 消雨 坐世眠 悟身 历州都督 李孝常等 谋反 扶诸 孝常 因入朝 刘京师 与又五位将军 刘德裕 及其生 统军 袁洪扇 尖门将军 长孙安夜 护说服命 某以素卫兵 作乱 安夜 皇后之 义母兄也 嗜久无赖 父成族 帝无忌 及后病幼 安夜 赤环旧事 及上级位 后不以旧愿为义 恩礼甚厚 即反是绝 后替气为之故请曰 安夜 罪承当万死 然不辞于妾 天下知之 谨置以即行 人必为妾所为 恐亦为圣朝之累 由氏得减死 留西周 获告又成未争 私起亲戚 上时 御氏大夫 温燕博 案之 无状 燕博 言于上约 正不存行计 远必嫌疑 心虽无私 亦有可责 上令燕博 让征 且曰 自今 已存行计 他日 征入县 言于上约 臣闻 君臣同体 已相语进城 若上下 据存行计 则国之心丧 尚未可知 臣不敢奉赵 尚俱然曰 无以悔之 征再败曰 臣姓德奉事陛下 愿使臣为良辰 物为忠臣 上约 忠良 有以义乎 对曰 既谢高尧 君臣谐心 巨享尊荣 所谓良辰 龙旁比干 面折庭政 身诸国王 所谓忠臣 上约 赐捐五百匹 赏神采英义 群臣觐见者 皆师举措 上知之 每见人奏事 必假以辞色 记闻归见 常谓公轻曰 人欲自见其行 必资明静 君欲自知其过 必待忠臣 苟其君必见自贤 其臣阿余顺旨 君济失国 臣岂能独权 如于世姬等 产世阳帝 产世阳帝 以保富贵 阳帝济世 世姬等 亦珠 公辈 以用此为戒 事有得失 无需禁言 或上言 秦府救兵 以进除五职 追入宿位 上尉之曰 朕以天下为家 为贤事举 其救兵之外 皆无可信者乎 辱知此意 非所以广振德 于天下也 上尉公轻曰 习与凿山治水 而民无傍读者 与人同利顾也 秦始皇 迎公事 而人怨判者 病人 而立己故也 福米利真旗 故人之所欲 若纵之不已 则威王立志 朕欲迎一殿 才用以聚 见秦而止 王公以下 以体振此意 游士二十年间 封俗素朴 一无锦绣 公司负迹 尚未皇门侍郎 王规约 国家本志中书 门下一厢检查 中书 中书赵斥或有差失 则门下当行驳正 人心所见 互有不同 苟论难往来 勿求至当 舍己从人 亦负何伤 必来或户己之短 遂成怨戏 或苟必私怨 知非不正 顺义人之言情 为肇民之身患 此乃亡国之政也 阳帝之事 内外数官 勿相顺从 当事之时 解自卫有志 祸不及身 即天下大乱 国家两亡 虽其间万一 有得免者 亦为时论所贬 中古不磨 清曹各当迅功望思 勿雷同也 上位侍臣曰 吾文西域谷 胡得美诸 抛身已藏之 有诸 侍臣曰 有之 上曰 忍积之 彼之爱诸 而不爱其身也 立受求敌法 与帝王 殉奢育 而亡国者 何以异于 彼胡之可笑也 魏征曰 西鲁埃公 为孔子曰 人有好望者 喜宅 而望其妻 孔子曰 又有慎者 又有慎者 节奏 乃望其身 亦游是也 上曰 然 朕与公辈 以陆力相扶 庶免 为人所笑也 清洲 清洲有谋 清洲有谋凡者 周县 逮捕之党 收戏满玉 照殿中 适玉时 安息 催人师 赴案之 人师智 喜脱去丑谢 与饮食汤 汤墓 宽慰之 只坐其魁首 食于人 于皆示之 环抱 赤使将往绝之 大理少卿 孙福且 为人师曰 足下平凡者多 人情谁不贪生 恐见徒履得勉 人未肯甘心 身为足下幽知 人师曰 反智欲 当以平述为本 岂可自归免罪 知其冤 而不畏身也 万一暗短 物有所纵 以一身 以食求之死 亦所愿也 福且残而退 即赤使智 更训诸求 皆曰 催公平数 事无网烂 请诉就死 无一人一辞者 上号济社 孙福且见 以为 天子居则九门 行则警闭 非欲苟自尊严 乃为设计生民之计也 陛下号自走马设地 以逾越尽尘 此乃少年 为诸王时所为 非今日天子事业也 既非所以安养圣公 又非所以 宜行后事 臣妾为陛下不娶 赏月 为己 以福且 为建议大夫 随事选人 十一月即 至春而罢 人患及七促 至世 吏部侍郎官城流林府 走四时听选 随缺助你 人以为便 唐初 士大夫已乱离之后 不乐是尽 官员不冲 省府下诸州差人复选 周府及赵氏 多以赤蝶补官 至世尽省之 乐父省选 吉者七千余人 林府随才全续 各得其所 十人称之 照以官中米贵 使分人于洛州选 尚未防玄陵曰 官在得人 不在缘多 命玄陵并省 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元 随秘书见 晋陵刘子记 有学姓 姓刚直 朋友有过 常面则之 李百耀常称 刘四虽父骂人 人中不恨 是岁 有赵争之 此以母老不至 书令陪人鬼 思议门夫 赏怒欲斩之 殿中世遇时 长安李前佑 见曰 法者 陛下所与天下共也 非陛下所独有也 尽人鬼 作轻罪而抵即行 陈恐人无所措手足 上月 免人鬼死 以前佑为世遇时 上常遇及关中山东人 亦有同意 殿中世遇时 一封张行成 贵奏曰 天子以四海为家 不当有东西之意 恐世人以爱 赏善其言 后赐之 自是没有大正 常使寓意 初 突厥即强 赤乐诸步分散 有 有 虚颜妥 回合 都波 古利杆 多烂阁 铜锣 蒲固 拔野骨 丝结 魂 胡靴 结 阿爹 气壁 白玺等 十五步 接据气北 风俗大敌与突厥同 虚颜妥与诸步为最强 西突厥 和萨诺克汗方强 赤乐诸步接沉之 和萨诺征税无度 诸步接远 和萨诺诸其渠帅百余人 赤乐乡帅叛之 共推气壁戈愣为义务真 莫赫克汗 举贪于山北 又以薛颜妥以施波为野谍小克汗 举淹没山北 即社贵克汗兵附阵 薛颜妥弃毙二部 并去克汗之号以臣之 回合等六部 在御都君山者 东属始必克汗 统叶护克汗是衰 以施波之孙宜南 率部落七万余家 赋予吉利克汗 吉利正乱 薛颜妥与回合 拔野谷等相率叛之 吉利遣其兄子御古舍 将十万计讨之 回合酋长菩萨将五千计 与战于马列山 大破之 御古舍走 菩萨追至天山 不众多为所掳 回合游士大阵 薛颜妥又破其四射 吉利不能治 吉利一衰 国人离散 毁大雪 平地数尺 羊马多死 羊马多死 民大击 吉利孔堂 长旗壁 引兵入朔州境上 羊岩会列 使射备焰 红鲁青正元暑 使突厥环 言语上约 荣笛兴衰 专以羊马为后 尽突厥 民机畜寿 此江王之赵也 不过三年 尚然之 群臣多劝上 常见几突厥 尚曰 心与人蒙 而背之 不信 利人之灾 不仁 常人之威 以取胜 不武 纵使其肿落尽叛 六处无余 朕忠不羁 必带有罪 然后讨之 西突厥 统叶护可汗 遣珍珠筒四金 与高平王道立来 险万丁宝殿金带 马五千匹 以迎公主 吉利不遇中国 与之和亲 朔遣兵入寇 又遣人 为统业护约 入迎唐公主 要须经我国中过 统业护换之 未成婚 二年春 正月新亥 又仆叶 长孙无忌霸 时有密表 尝无忌全宠 过胜者 尚仪表示之 替 朕于清 动然无疑 若各怀所闻 而不言 则君臣之意 有不通 又照百官 为之曰 朕诸子皆佑 是无忌如子 非他人所能见也 无忌自聚满盈 故求殉位 皇后又立位之情 尚乃许之 亦为开府 一同三司 至六司侍郎 赴六尚书 并置左右私郎中 各一人 鬼丑 突欲魂寇民州 都督李道燕 积走之 丁四 喜汉王客 为蜀王 魏魏太 为岳王 楚王佑 为燕王 上问魏征曰 人主何为而明 何为而暗 对曰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西遥 轻问夏民 故有苗之恶 得以上文 顺明四目 达四聪 故公 窑 欢都 不能避也 秦二世 偏信赵高 已成 妄疑之祸 梁武帝 偏信 诸义 已取 台诚之辱 随阳帝 偏信 于是姬 已至 彭承阁之便 事故 人君 兼听广纳 则贵臣 不得拥毙 而下情 得以上通也 尚曰 善 尚未 皇门侍郎 王归曰 开皇十四年 大汉 随文帝 不许阵绩 而令百姓 救食山东 必至末年 天下处姬 可供五十年 阳帝 恃其富饶 痴心无厌 足往天下 但是 苍林之姬 足以被凶年 其余 何用在 二月 尚未 侍臣曰 人言 天子至尊 无所谓但 朕则不然 尚未 皇天之尖临 下但 群臣之瞻仰 兢兢业夜 有恐 不合天意 为父人望 魏征曰 此成 智智之药 愿陛下 慎忠如始 则善意 尚未 房玄陵 等约 为证 莫若智功 西诸葛亮 窜 料力 理言 于难 移 量足 而 利言 皆悲 气 有死者 匪智功 能 如是乎 有高炯 为随相 公平 十字体 随之 兴亡 系 炯之 存没 朕 祭目 前世之 明君 清等 不可 不法 前世之 贤相 也 三月 物银朔 日有 十之 人子 大理 少卿 胡言 尽 每月 求账 上命 自今 大辟 皆令 中枢 梅下四品 以上 即 上书 一支 数无 冤烂 继而 引求 至 其周 赐使 正善果 尚未 胡言 曰 善果 虽负 有罪 官品 不卑 岂可 施予 诸 求 为 伍 自今 三品 以上 犯罪 不 须 引过 听于朝堂 四尽 旨 官内 汉姬 民多 麦子 已 皆 衣食 几 四 赵出 玉府 金箔 为 赎 之 归其 父母 耕武 赵以 去岁 淋雨 金资 汉 黄 赦天下 赵 赵 书略曰 若是年古风人天下一安 一栽震身已存万国 是所愿也 甘心无令 会所在有雨 明大月 下四月吉某 赵以 随末乱离 因至激谨 赴海满野 伤人心目 以令所在官司收益 初 突厥 突历克汗 见雅指 幽州之北 主东篇 西西等数十部 多盼突厥来详 吉利克汗 以其施众择之 吉薛严陀 回合等 拜玉谷赦 吉利潜 突历讨之 突历兵又拜 清济奔还 吉利怒 居之十余日 而踏之 突历 犹是怨 因欲 判吉利 吉利朔 张兵于突历 突历不语 表请入朝 上尉士臣曰 向者突厥之强 空闲百万 平陵中下 用事交字 以施其民 谨自请入朝 匪困穷 肯如是乎 朕文智 且喜且聚 何则 突历 突历则边境安矣 顾喜 然朕或失道 他日亦将如突历 能无巨乎 清草 以不惜苦见 以赴阵之不代也 吉利发兵 攻突历 丁海 突历前使来求救 赏 上谋于大臣曰 朕与突历为兄弟 有吉不可不救 然吉利 亦与之有盟 奈何 兵部上书 杜如会曰 荣敌无信 终当赴曰 仅不因其乱而取之 后悔无疾 福取乱武王 古之道也 秉身 契丹酋长率其部落来降 吉利前使 请以梁师都 义契丹 尚未使者曰 契丹与突厥一类 今来归父 何故所知 师都中国之人 盗我土地 报我百姓 突厥兽而避之 我兴兵治逃 折来救之 比如 鱼有府中 何患不为我有 借使不得 亦终不以降父之民 亦之也 先是 上知突厥正乱 不能避梁师都 以疏欲知 师都不从 上前下周都督 长使流民 司马刘兰城图之 民党朔浅清济 建其合家 多纵反建 离其君臣 其国建须 降者相逐 其名将李正宝等 谋直师都 誓谢 来奔 由是上下一相宜 民党之可取 上表请兵 上前右卫大将军柴哨 殿中哨剑须万军击之 又前民党 距术方东城以逼之 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 刘兰城 掩其卧骨不出 师都萧顿 兰城追击 破支 突厥大发兵 救师都 柴哨等位置 朔方数十里 与突厥玉 奋机 大破支 遂为朔方 突厥不敢救 城中石进 人吟 师都从腹地落人 杀师都 以城祥 以其地为下周 太常少卿祖孝孙 以良辰之音多无处 周祺之音多狐疑 于是斟酌南北 考以古生 做唐雅乐 凡八十四调 三十一曲 十二合 照邪绿郎张文收 与孝孙同修定 六月已有 孝孙等奏新乐 上约 礼乐者 改圣人缘情 以赦教而 智之隆替 其由于此 欲使大夫杜燕曰 其之江王 作伴侣曲 臣之江王 作玉树后亭花 其生哀思 行路闻之 解悲弃 何得言 智之隆替 不在月也 上约 不然 福月能感人 故乐者闻之则喜 忧者闻之则悲 悲喜在人心 非有月也 江王之正 民必愁苦 故闻月而悲而 今二曲俱存 朕为功奏之 功起悲乎 又成未争月 古人称 李云李云 玉伯云忽哉 月云月云 中古云忽哉 月常在人和 不在声音也 晨光语 晨文垂能目至方圆 心夺屈指 然不能以教人 其所以教人者 比规矩而异 圣人不免而重 不思而得 然不能以受人 其所以受人者 比礼乐而异 礼者 圣人之所 圣人之所屡也 愿者 圣人之所乐也 圣人屡中正而乐和平 又思与四海共之 百事传之 于是乎作礼乐焰 故宝人 故宝人执垂之规矩而失之气 事意垂之功矣 王者执五第三王之礼乐而失之事 事意五第三王之志矣 五第三王 其为事已久 后知人 见其礼 知其所屡 闻其乐 知其所乐 秉然若有存于事焰 此非礼乐之功也 福礼乐有本有文 中和者 本也 容生者 末也 二者不可偏废 新王守礼乐之本 未尝须于去于心 行礼乐之文 未尝须于远于身 兴于闺门 驻于朝廷 披于香碎笔林 达于诸侯 流于四海 自祭祀君旅 置于饮食起居 未尝不在礼乐之中 如此数十百年 然后智化周家 凤凰来以也 苟无其本 而徒有其末 一日行之 而百日舍之 求以一风一俗 成意难以 是以汉武帝 致邪律 隔天锐 非不美也 不能免哀痛之兆 王莽见西河 考虑旅 非不惊也 不能就 奸台之祸 进武至笛齿 调金石 非不响也 不能迷平阳之灾 梁武帝 立四气 调八音 非不察也 不能免 台诚之辱 然则 勺下护武之音 聚存于事 苟其语 不足以称之 曾不能化一夫 狂似害乎 事由 直垂之规矩 而无功与才 坐而待气之成 终不可得也 况其臣 银昏之主 亡国之音 暂奏于庭 无能便一世 只哀乐乎 而太宗 聚云智之龙替 不由于悦 何发言之意 而果于 非圣人也 如此 福礼 非威仪之谓也 然无威仪 则礼不可得而行矣 月非声音之谓也 然无声音 则月不可得而见矣 辟诸山 取其一土一食 而位之山 则不可 然土时皆去 闪于何灾灾 故曰 无本不利 无闻不行 乃何以其臣之音 不厌于今世 而为月 无异于治乱 何以督全时 而轻太山乎 弼若所言 则是 五帝三王之作月 皆妄也 君子 于其所不知 改缺如也 兮哉 物子 尚未侍臣曰 朕官随阳帝极 闻此傲伯 一知事摇顺 而非节奏 然行事 何其凡也 卫章对曰 人君虽胜者 由当须及已受人 故智者献其谋 勇者皆其力 阳帝 是其俊才 交尽自用 故口诵 谣顺之言 而身为节奏之行 曾不自知 以致父王也 尚曰 前世不远 无蜀之师也 机内有黄 心卯 上入院中 剑皇 剑皇 多树莓 柱之曰 民以谷为命 而辱食之 宁食 无之费肠 举手欲吞之 左右剑曰 恶物或成吉 上曰 朕占为民受灾 何吉之弊 碎吞之 是碎 黄不为灾 上曰 朕每临朝 欲发一言 未尝不三思 孔为民害 事已不多言 几世中 之起居士 杜正伦曰 臣执在济言 陛下之师 臣必疏之 企图有害于今 一孔 遗疾于后 上曰 赐伯二百段 上曰 梁武帝君臣 为谈苦空 侯景之乱 百官不能乘马 原地为周师所为 有蒋老子 百官容服已听 此身足为界 朕所好者 为尧顺周孔之道 一为如鸟有翼 如鱼有水 失智则死 不可暂无耳 尚以陈州刺史 裴前通 随阳帝故人 特蒙宠任 而身为侍逆 随时宜事变 屡更设令 幸免足矣 不可有始牧民 乃下诏除名 留欢洲 前通常言 身处随士 以起大唐 自以为功 颇有绝望之色 即得罪 怨愤而死 秋七月 照宇文化籍之党 来州刺史牛方玉 将州刺史薛世良 广州都督 长使唐凤义 随五牙狼将 远礼 并除名喜边 上尚未侍适约 古语有之 赦者 小人之性 君子之不幸 一岁再赦 善人阴雅 抚养狼有者 害家谷 赦有罪者 贼良民 古镇 即位以来 不欲硕赦 恐小人试制 清犯宪章故也